今天是由阿明师兄以及佩珊 来到这边要跟我们来做这个分享 让常不清餐餐都是如私如爱的这样的一个 一个餐点让大家知道 然后这样的一个文宣是由我们常不清团队 佩珊这边帮我们会整 那同时美编的部分是我们的台中清水的国文师兄 所以文编美编棒棒接力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 就是在最近的时候中门营 今年的法卖中门营有一个创意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今年首度举办的创新思维展览 有来自四大志业与大然科技进士人文等 总共有20个单位参展 看看各个单位如何各显神通 结合了创新思维推广永续的概念 我们特别的试试用三亿的小叶红茶 还有继续农场的配夹 人文志业制作印度经典小吃 洛梨巴尼布里球希望透过创意料理来推广蔬食 可以让人家如果要转速的话可以比较轻松 我们人文志业首创的蔬食品牌呢 以推广均衡蔬食为主 那希望让民众知道爱地球爱动物爱健康的理念 此生 好真的让我们非常的感动 那我们接下来呢再来看看 就上人行脚到关渡的时候到台北的时候 他团队也是这样出来去分享 那藏不清这个部分 那现在画面上呢 我们可以看到前面呢就报道的部分 刚好呢 俊吉之兄呢也分享了这一段 人文精神用慈悲善待万物 当全球气候紧急 推速保护大地接引大众 一餐的选择才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关键策略 从去年十月中正式对外营业以来 目前总共累积了一万四千两百八十的服务人次 蔬食餐厅用清新风格 美味蔬食严谨的工作态度 降低蔬食门槛体贴款待 因为上人您告诉我们 我们做这件工作不是接待哦 是款待 好这是沐映西沐艾事的一个部分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下 藏不清呢 他有很多贴心的举动 那在这里我们知道 其实啊很多长辈人家会认为他飘食 那其实不是 是他们牙口不好 所以我们在这里 我们更是可以来让大家来看这一个部分 然后看我们是怎么样去选择这一个部分 那我在看这一段看到我们的美丽妈 所以其实是很感动的 那这里你看到场景并不是藏不清 因为这一个是一个专题报道 所以呢对于长者淫法族这个部分 是有更多更多的一个关注哦 那现在我们要待会就一起看到了 香蕉肉类做到入口即化容易 高鲜蔬食难度更上一阶 矛盾的是健康考量 长者更倾向少肉蔬食 于是引发蔬食商机成为惺惺烂海 百度这样三分钟时间快要到了 然后就给它出炉 刚出炉热腾腾的红黄绿蔬食 还有口感软糯的炙烧茄子 这家蔬食业者以原先食物为号召 秘诀就在当机跟新鲜 我们的食材都会选用最新鲜 然后比较嫩的的菜 或者是颧骨跟筋类的食材 那另外就是有牙口不好的老人家呢 只要提前让我们知道或当天点餐前 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把它蒸的更软烂一点 你好师姐 今天你有定位 那因为你是因为稍微需要把食材给在做分食 所以我们今天有帮你减小一点哦 好感谢 那我们先来帮你出餐哦 提前一天来店预约 餐厅会把食物预先减碎 或调整容易入口的配菜 像这位预约消费的81岁老阿嬷 就吃的开开心心香喷喷 很好啊 美丽吗 他做得这样也真好 软度软硬度都不错 从职场退下来 银法族的时间弹性就是消费实力的一环 再换个方向思考 友善银法的外事环境 无论于国家形象 业者到个人 多方都是银家 大爱新闻 王雨千 李俊威 台北报导 来我们到主场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我们真的非常开心 其实刚才我就跟阿明师兄 我好久没见到美丽妈 因为美丽妈以前早期我们人文营 或者是做云队的时候 他那一个三名字有没有 美丽牌三名字 真的超好吃 还有咖啡这个部分 那今天大家非常的开心 因为常不清的一个姻缘关系 然后阿明现在呢 是穆星穆埃斯的副总监 所以我们也来推常不清 也来推大爱之有 让人文字业希望暂化 同时为爱苏时 为爱苏醒 那今天呢 屏东团队他们很早就来了 他们突然说你们来 他们要来 我突然说什么姻缘 他说因为他们进司堂 两年后会好 所以呢也很可能 也希望像有常不清这样子 让人家可以进入用餐 所以今天就来听你们的分享 所以我们非常感动 他们是怎么来 他们说坐火车 然后火车搭那个轻轨 然后走路来到这边 所以也是大众运输 所以呢完全是跟常不清一样 为爱苏时的 所以为爱苏醒 所以完全呢就是爱地球的 所以我们也热烈掌声 欢迎两位也感恩 我们屏东的团队 好那现在请回我们留下佩珊好不好 那佩珊请先说了 好感恩哦 好 感恩 敬爱的上人 金色师傅 还有全球的慈祭家人 大家好 哇真的非常开心 这是我第一次真的是到 当然线上有参加过很多次的高雄线上读书会 但是这是我第一次在现场分享 还记得两年前那时候 我还在慈善执行长办公室 推广健康挑战21的时候 有线上分享过 那时候我就觉得 哇好羡慕在现场的家人 因为真的是满满的正能量 还有满满的感动 那今天很开心呢 可以来跟大家分享 参参都是如师的爱 然后刚刚也是从下高铁 然后师兄 陈师兄来接我们 一路走进进士堂 就有好多菩萨跟我说 我有去过长布侵 那在场有去过长布侵呢 帮我们举个手好吗 哇 也不错 欢迎大家再来 然后邀约还没有来过的 法亲来 然后来到我们长布侵 也到我们人文字业关度进士堂 来看一看走一走 我们希望食轮转法轮 那长布侵呢 是一个以推广植物饮食为主的美食品牌 那等一下会来跟大家分享 为什么我们人文字业 要开一间蔬食餐厅呢 那首先呢 我先来介绍一下我自己 我其实的慈禁姻缘 是在十多年前在澳洲读大学的时候 加入了慈禁 那时候就觉得姻缘很好 其实我的专业是读饭店管理的 那毕业之后我就开始在澳洲分会当行政秘书 一路做了15年 就是在置业体服务 所以也觉得应该没有姻缘 再回到餐饮业或者是服务业了 没想到就在一年前 竟然就到了人文字业 然后推广书食做我的使命 然后我想做的事 那很幸运的是呢 我觉得我自己人生最美好的决定 就在16年前那时候 还是慈禁回到了花莲 参加了海外慈禁干训营 那时候在回程的火车上呢 工作人员发了一张灾介卡给我们 然后我就写下了 我发愿要生生世世如素 所以就在2008年12月31号这一天 我展开了推广环保跟蔬食的旅程 真的不可思议 我也是我们家第一个吃素的 那现在呢也影响妈妈姐姐 然后还有很多亲朋好友 如素甚至少婚多数的也有 对所以呢 大家不要小看自己的一个小小的行动 其实每个人都可以透过自己的行动 影响身边更多的人 那这是一个美丽的绿洲 非常的迷人 善良在这边茁壮 然后单纯在这边传递 那我们接下来就透过影片 很多还没来过的家人 我们一起来看看 长不清是什么样子 那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播个影片 好那影片可能我们稍后再给大家看好了 那其实呢 我们长不清呢 是以推广这个植物饮食为主 来到这边 中餐大家都不用担心 就是吃全蔬食 然后没有淡奶 对那其实呢 无淡无奶的饮食也是非常美丽 那我们是用美感推速 好那接着我们就来看一看 我们长不清 我们下期再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维持一家 对我们回到简报 对目前很多人都在问我们说 请问你们其他店在哪里 我们目前还在养精蓄锐中 我们希望明年有机会可以展店 甚至有机会到我们高雄 对很期待有这个因缘 那后年希望能拓展到海外 对那因为餐厅毕竟跟食安相关 所以我们很战战兢兢 要把每一步都做得谨慎做得更好 那很多人都会好奇 为什么人文字业作为一个传达 传递善念真善美的这个人文字业媒体 为什么我们要开一间素食餐厅呢 原因有三个 第一就是我们深信上人说的 林芳妙药唯有如素 相信大家从COVID-19开始 就一直听到上人 要我们飞速不可 飞推不可 那到今天我们的气候时钟 其实已经来到了四年又258天 这个气候时钟呢 是在说明我们人类距离地球升温 到达1.5度的日子剩多久 其实我每天都在觉得 这个气候时钟分秒在倒数 满有急迫感的 说实在的我30多岁以来 每年就是感觉到灾难越来越多 然后夏天越来越热 冷越来越冷 我相信大家也很有感 在这个10月底的康瑞台风 然后前一阵子的山陀台风 其实造成我们高雄台湾很大的灾难 包含这一次康瑞台风 对金色花东地区造成的灾难 那其实看了国际新闻 最近在西班牙短短的八个小时的暴雨 竟然下了一整年的这个豪雨的量 所以呢当地真的 西班牙东部淹水非常严重 也已经有超过200人死亡 所以其实这个气候已经都在 纷纷告急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们要开素食餐厅的原因 那再来就是因为爱动物 爱地球爱健康 所以我们要加速推速 爱地球我们都知道畜牧业 是最大的温室气体来源 其实这个畜牧业的温室气体 是大于全球的所有的交通的碳排 因为在污染 其实这一次呢 上人来到关渡也一再的要我们推速 因为其实当空气污染 环境污染 我们人类要怎么健康 很现实的 所以呢我们要爱地球 我们才会 人类才有办法永续 那爱动物 全球每年有高达920亿多的动物 被残人宰杀 这些还不包含海底的生物 海底的生物是这个数据 再乘以33倍 是几千亿了真的 所以呢 其实我自己吃素16年 真的觉得身心平安健康又安康 真的很棒 那第三呢就是爱健康 目前其实医学已经有证实 含高脂的动物性食品 会造成心脏病中风 跟增加罹患癌症的风险 那其实我们台湾最新的 十大使鹰的第一名 永远就是我们的癌症 那很多人就不知道 为什么会得到癌症 其实很多时候 跟我们的饮食习惯 运动习惯 跟我们心灵的状况都有相关 所以因为呢 爱动物爱地球爱健康 我们努力推速 第三的原因就是 我们希望透过 常不清这间蔬食餐厅 把大爱之友推到世界各地 那等一下我们来请阿民哥 晚一点呢 大家一定要趁今天马上加入 那只要加入大爱之友 到我们常不清 都有九折的优惠哦 好那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 我们常不清的理念 我们是以尊重生命 还有传递善念为我们的精神 那在这里每一道蔬食 不仅是健康的选择 更是对地球与生命最深的敬意 我们开蔬食餐厅的目的 因为虽然我们都知道 节能减碳有很多方法 省水省电 少开车 少消费等等的 但是蔬食是帮助地球减碳 还有改善环境最经济的方法 只要从个人少婚多数就做得到 所以我们餐厅其实常常都有一些 还在吃婚的年轻人 华硕和硕的那些年轻人 都愿意走进我们的餐厅来吃树一餐 那为什么我们的餐厅要叫常不清呢 常不清是佛陀累生累世其中的仪式 我相信有看大爱台的 我们现在大爱台在播的 常不清菩萨品 那常不清呢很令人敬佩 是他永远不清是任何人 他相信人人都有佛性 都有慈悲心 所以他看到任何人都恭敬的何时 觉得我不可以轻视你 因为你可以成佛 那我们餐厅的英文名字是叫Dandelion 它的中文的翻译是蒲公英 那大家想象这个蒲公英的种子 随风飘散 那我们常不清团队呢 以虔诚真诚的心来款待 我们每一位来到餐厅的人 那也希望把这样子散的种子 种到每个人心里 随着每个人到了餐厅 再把这样子的善念传递到更远的地方 那我们常不清呢 从去年10月16号对外营业 到现在已经超过2万人次的客人 来到我们餐厅了 真的我们餐厅非常的忙碌 不管是平日或假日都是客满 所以也邀约大家要来 那只是说来之前呢 先打个电话预约或线上预约 避免就是来到餐厅了这么远的一趟路 结果没有位置 我们也很不好意思 对所以呢 欢迎大家来 那我们珍惜每一个跟大家相见的姻缘 那我们当然 实际开的餐厅也不只是一家蔬食餐厅 我们是有使命的哦 我们第一个使命 我们就是用四季为财 就是吃当季当令 然后推广均衡蔬食 实在是很多人都说 吃素可能营养不均衡 蛋白质不够 那来到我们餐厅 我们让他吃就知道 吃素也是可以吃得非常美味健康的 那第二个使命就是呢 我们以米其林滤芯为目标 希望可以打进这个美食界 当然这个目标是非常远啦 但是我相信有愿就有利 那我们继续努力 这是我们第二个目标 那第三个使命就是 我们希望十轮转法轮 欢喜结好园 虽然阿明哥呢 不是我们长不清的同事 就是他有他自己推广的使命 但是呢三不五十 只要你中午来 他常常就会在长不清 跟大家结这份好园 那我们也希望很多人呢 来到餐厅之后 再走进我们禁诗堂 那第四是善尽社会责任 我们共善护大地 我们餐厅已经全面使用台湾的食材 其实很多的食材 大家没有办法想象 很多红枣枸杞莲子 哇很多都是进口的 那我们现在就是尽量 找到台湾在地的食材 缩短这个食物里程 也支持我们台湾的小农 那我们餐厅呢 现在是用花莲智学农场的有机配芽米 来用我们的米食 很感恩我们金色师傅 还有我们的志工 那我们也用三亿的实际的有机茶园 来作为我们的茶 所以来到餐厅的客人都可以喝到我们的好茶 跟吃到好米 那另外我们也非常注重油 使用出炸的橄榄油跟飞机改的芥花油 对来推广我们爱地球爱动物爱健康 那我接着呢 回顾这一年的一些大事迹 让大家看看我们长不清 这一年来经历了什么样的故事 很幸运的是去年在金藏演义十月的时候 我们金色师傅多达八十多位 历领我们长不清 真的是首创的这个历史的记忆 师傅说他们从来都没有吃的 这么的充容过 因为大家都知道在金色师傅真的就是 分分秒秒的不空过很幸福 那真的很感动 金色师傅有机会来送上祝福跟鼓励 那另外呢 其实很多的是我们其他道场的师傅 甚至我们全台的 其实高雄也游览车已经来了三四台了以上 真的 然后还有海外的汉堡 和德国汉堡大学的师生有机会来参访 菲律宾的团队有机会来参访 人文之夜都会来到我们长不清 对 那另外刚刚新闻也播的只要有长者跟我们说你们有特别的需求 我们都可以把食物再蒸软再减小 那这个画面上是98岁的阿嬷 对那他吃的也是非常的欢喜 那很感恩的是呢 我们在卢州有金海师兄 他真的是一位菩萨 他发愿要推述一千人 已经找了十几团了 每次都是50人这样子 食轮转法轮 邀请大家来参访人文之夜 接着走进我们长不清 吃一餐蔬食 大家都好欢喜 那很多都是还没有吃素 更不知道静思堂是可以这样子走进来参访的社区民众 很感恩 那这个故事呢更感动 这个左边的照片 妈妈带着两个孩子 这是在平日 孩子原来是我们儿童金晶班的孩子 那也十多年没有走进我们静思堂了 透过来长不清的姻缘 参访了我们的静思堂 还有呢 我们美国的师兄师姐 带了他住在北投区40年的 表兄表妹 他们从来经过常常开车 经过我们大爱台 从来没有走进来过 就是这样子来到我们餐厅 先用个餐 然后来参访 他们真的很感动 我们慈激所做的 那其实常常也有很多法庆会在我们 长不清举办一些相关的同学会聚会 那我们很感恩慈激功德会的黄立新秘书长 还有他的这个一个很好的朋友 曾祖秘来我们长不清包场用餐 然后还举办了台湾400年的专书分享会 当天来了40多位的贤达人士 很感恩 那我们就像姚士博常常鼓励我们长不清同仁 我们要心存感恩 把情拉长 把爱扩大 珍惜每一位来到我们长不清菩萨的人 那这一位台中查到的学员说 他之前的饮食是无肉不欢 但是从今天起他要朝着蔬食迈进 那其实真的有很多社团 那甚至我们也办了为上班族办了一个 长不清的正念一日的体验 来到了长不清体验了佛法的这个正能量 还有就是甚至有人来办了新婚的婚宴 然后邀请法亲家人大家一起来参与 真的是很好的祝福 那我们也很荣幸在今年的法卖中美营 得了最佳人气奖 那最开心的就是呢 其实每天这个有很多邻居 华硕和硕的上班族 附近的这些医院的上班族 走进我们的道场 来到长不清 用舒适庆生 那大爱台的姻缘很多名人 很多节目主持人都来到了我们长不清吃素 那我在这边要很感恩我们长不清 16位团队非常的用心 那也很真的做餐营业非常辛苦 大家想象每天要占8个小时 7点厨房就开始准备这些菜肴 来款待我们所有的来客 那也要很感恩我们的创意主厨 林胜志小智老师 他在外面教了很多蔬食 那他帮我们长不清研发菜单 试吃调整 那我们也很感恩这些大地的食材 那刚刚大家都可以看到这个 现在桌上有一组我们长不清的阅历 是明年2025年的阅历 是我们人文置业设计的 那在此也跟大家推广一下 就是这个是环保阅历 然后双面列印多功能 可以变成像框 然后阅历前面还有一个洞可以插线箱 对所以呢是很好的这个年底 要送给亲朋好友 也是一个推述的很好的法品 那最近下礼拜我们大概只有会发出 线上广购的链接 那再请大家多多喜欢的话可以多多护持 那前面这一套呢 我也等一下也要送给我们美云老师 对感恩老师真的是很幸福 来传法红法推述 那最后呢再跟大家分享我们的特色套餐 那现在我们长不清的营业时间是 周二到周日11点到5点 就是午餐跟下午茶 那那个QR Code是线上定位的连结 那我们期待明年呢能展店到高雄 然后后年呢能到我们的海外 这真的是要发好愿 真的我们也希望有众善众因缘来成就 真的是不容易 那明年1月1号 我们慈祭人文志业要启动这个推述的活动 就是蔬食为地球餐餐帮非洲 大家都知道非洲其实受到很多的灾难 然后也是气候变迁的影响 真的很难有一餐 就是很难有一餐饭可以吃 真的很辛苦 那其实我们吃素就是帮地球减碳跟省很多的资源 那八分饱两分住人好 我们一起让世界更好 所以明年呢如果大家有收到我们的大爱之友的讯息 我们一起来支持一起来推广 那真的要很感恩今天有机会来分享 我想这个灾难真的是越来越多 我们都很不舍看到很多众生在受苦 那我们希望只要人人一餐素 我们从自己开始吃素 然后跟身边的亲朋好友推述 其实很简单 高雄也有很多好吃的素食餐厅 只要带一些婚食者到素食餐厅 其实他们都很愿意卢素 那接下来呢我要在此介绍一下我们阿明师兄 大家都知道他 那他更是我们常不清的神队友 每天都到我们常不清 只要他有来大爱台 都会到常不清跟大家结分善缘 然后我是石轮 然后他是法轮 我们就是跟慕心慕爱事团队配合得非常好 用餐前后来参访我们的禁司堂 那我们接下来就把时间交给阿明师兄 感恩 敬爱的上人金色师傅 还有所有现场以及 线上的菩萨家人还有友园 听到看到的好朋友大家好 今天真的非常感恩美玉老师的团队 让人文之业有机会 透过这个国际的专业品牌啊 来说实际来介绍人文 我叫阿明 我叫阿明 可不可以 可不可以 不可以让你们看不是要我看啊 哈哈 好 我叫阿明 认识阿明 人生越来越光明 支持大爱 护持大爱 生命 欢喜 自在 今年是我来 呃 慈祭 人文之业中心大爱电视 第23年的日子 哦 非常感恩大家一路陪伴我长大 我今天利用短短600秒的时间 因为纯粗粉筋的时间 我一定要说快一点哦 呃 首先要跟大家讲说 现在大爱电视啊 越来越多人看 特别是晚上八点的连续剧 同时段八点档 全国戏剧的第三名 收视率啊 超过一 意思什么呢 意思就是啊 同个时段八点的时候 全台湾有30万人 在看这一出大爱剧场 你会说哇30万人好多哦 比较2300万 我们还有很大的成长空间 如果你说少了 一次无量一发水送也才一两万人 所以就不要计较 不要比较 只要用心来推广 那为了要让更多人看到大爱剧场 我现在主持的节目叫做细说真人生嘛 就是在戏剧要播之前 我们有个前导特辑 让大家看热闹 也看门道 我们会邀请到 目前幕后的人一起来上节目 像刚下档的在光里的人 10月3号播 我们在12月2号的时候 先播出细说真人生 访问两位 演员对不对 翁家明 王传一 他们演两位医师 那接下来在年底12月23号 将播出血实人生 讲一群因为得到血癌的人 互相相濡以沫 互相激励 活出生命的力量 重获新生 为什么叫血实人生呢 因为他们因为别人的造血干细胞 注入他们的身体之后 他们重获新生 所以在12月20号 你就可以看到 血实人生的细说真人生 好 这就是我们录影的时候拍的照片 那接下来呢 我要跟大家报告 今天大家听到知道的 拜托大家一定要分享出去 因为这是上人说的 分享如点传烛火 自己的光无减 却能让更多的烛火 照亮需要光明的地方 这句话 大家每年都期待 岁莫组 可以领到上人的抚慰红包 但是大家想一想 上人 到底给了我们什么东西 这是 慈悸人文事业中心的执行长 王端正先生说的 慈悲最高的境界 不是有形物资的给予 而是引路度人 我们要用什么东西 引路度人呢 今天要为大家推荐 为大家介绍 为大家 宣导了 就是大爱之友 LINE官方账号 我不要问你们 有没有加入 因为加入不够 分享才是王道 而且不止自己分享 还要邀你的身旁人分享 分享的 加入的方式有两种 一个就是扫描QR Code 我今天有带贴子来 如果你们需要的话 等一下一人带一张回去 就像我一样 把它贴在手机的背面 另外一种用搜寻的方式 怎么搜寻呢 你的LINE打开 你要找阿明 你会怎么找呢 当然在通讯路里面找嘛 你要假装大爱之友 已经在你的通讯路里面了 你输入大爱之友 会发现什么呢 在官方账号的地方 就会有大爱之友的这个logo 有中文英文 看到他唯一指定加进去 因为已经有仿冒的啦 所以你一定要在官方账号 看到大爱之友 加入之后 会有这样的模样 有没有看到三个字 净化人心 享和社会 天下无灾难 这就是上人的悲愿 再近一点 净化人心 享和社会 天下无灾无难 再近一点 净化人心 享和社会 天下无灾难 这是重要的三句话 所以大家要记得 那上面有个星星 有个黑点点代表什么呢 你把星星从白色变绿色 它就会成为你的最爱 我的最爱在哪里呢 就是你打开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 以后你就很好找啦 那旁边的三个黑点点 这什么东西呢 你给它按下去 就可以分享 就可以复制连结 我讲这么多 我讲再多啊 你如果没有自己试啊 恍然 等一下下了课 我们有机会 一一的为大家指导 再来呢 进去之后 你会看到这样六个宫格 我跟大家报告 很多人可能 加入之后 阿民在讲 我们就加了 阿民在讲 我们就加 人情 如果做人情 那就 比较不好意思 但是我一定要让你们知道 到底它为什么是个宝 里面有六个格子啊 有六个主题 有六个房间 有六个世界 我们先看 疗愈力 你点进去会看到什么呢 晚上我们来不及 看上人的人间菩提 12分钟 你点进去 人间菩提有 近视成余有 还有 疗愈果实 还有躲用心 所以从疗愈力进去 转法轮 那我们现在都非数不可 非推不可 输实力 你点进去 就有常不清 周年庆的感恩活动 有我们的菜单 有我们的定位方式 还有我们包场的讯息 以及 每五分 有 一百多则 五分钟教你做一道 舒适的 影片 靠山三岛 靠人人跑 靠自己最好 自己组 365日日数 自己组 在舒适力里面 所以你看 转法轮也转食轮 顾自己的肚子 也顾自己的佛祖 世界上有两个东西 别人拿不走 一个是吃到肚子里面的东西 一个是装进脑袋里面的东西 上人给你什么呢 给我们智慧如海的行动力 那舒适力呢 你吃了之后才有力量去做更多的事情嘛 再来很多人说 你主席你做什么 实际在做什么 你不知道 没关系 你不会讲没关系 实际脉动点进去 你让里面的影片里面的文字 里面的报导里面的照片 帮你说故事 里面还有我们现在最期待 要看到上人 睡眸祝福 行脚的影片 上人现在在台中 你点进去之后 看到这个 你给他直播节目点进去 就可以看到上人温馨座谈 还有受证的内容了 再来 知识力 知识常识都在大爱电视 知识能够产生力量 很多名家的演讲 很多协会前达的演讲 包含 才刚上架 上架三天的 吕少瑞医师 全台湾最难挂号的 大林区记忆院的吕少瑞医师 影片刚上架 已经将近六万人点播看了 所以知识力 点进去 人文讲堂 陪伴你一起成长 再来呢 最近我们要 办 新衙奖学金 很多新衙的孩子 我们 行动现场 做了一系列 勇敢的孩子 让你看看 孩子是我们的希望 他们的希望在下一代 勇敢的孩子 点进去 最后要跟大家讲 支持我们 你会说 哇大爱台很努力啊 你们努力 去给你们拍拍手就好了 各位 我们会很努力 但更需要你们的助力啊 那助力除了鼓励之外呢 你们可以回归 五十多年前的 竹筒岁月 每天发新立愿 你说那要怎么支持你们 你给他点进去 你就会看到 支持大爱之有 为什么 我说人生会更加富有 你听到这 你会觉得说 哇 原来里面这么多的保障 我都不知道 如果你善用 你的时间节省下来 时间就是金钱 你人生是不是变得更富有 当你听到少年年一句话 看到大爱电视的内容 你的人生 由米转物 由黑转白 你的个人 更幸福 家人更幸福 社会更美满 世界就没有你争我夺的天灾人祸了 加入大爱之有 你可以每月定额 让你跟实际的脉动永不隔阂 你也可以每月单笔 爱心无语伦比 像我每天啊 至少会捐13块 为什么呢 1013 每天晚上12点10分 我们的报表就会出来了 所以不要计较比较 我也不用说 我今天晚上一定要熬夜到12点10分 看你们现场有没有人给我帮忙 支持大爱之有 其实各位前几天云林来的四台游览车 我招待他们 我一样帮他们介绍 有一位71岁的师姐 她说啊你看看我这个 你上面写说有效年月是要输入今天吗 我一听就知道她一辈子没用过信用卡 她真的第一 这辈子第一次线上捐款 就是支持大爱之有 她现场捐了一万块 因为她觉得说我的生日快到了 母乱是我应该要回报妈妈 刚好阿明又讲 所以她就借机 当下捐一万块 护此人文字业 一万块多不多 每个人的定义不同 因为每个人的钱的口袋放了多深 我也不知道 你说我们最近都在红法立身 全部捐到红法立身去了 各位 不是我们没钱 而是你舍不得再捐钱 刚才跟美师姐讲的非常非常好 她引用上人的开示啊 真正的红法立身 是用方法启发人人的爱心 多一份爱 争一分福 争一分福 少一分灾 如果你每天会利用这个大爱之有 为自己执福 为大爱电视加油 为大爱电视祝福 当人心更进化 社会是不是更相可 天下就无灾无难了 到时候你不富足都很难啊 上人说啊 这辈子的金钱 这辈子的钱 这辈子的钱 不是赚来的 那怎么来的呢 是过去生不失来的 我很感恩大爱电视 人文字业这么用心 制造这个平台 让我可以执福 让我可以去宣说 让邀约更多人 一起透过这个平台 资福 习福 再造福 每天祝福自己 祝福大爱 祝福这个世界 所以 丹比 等一下你们就自己看要 多多少啦 不要用的 问少年 回归竹筒罪月 每天发心力愿 如果每天发心力愿 你就会让自己的人生更有意义 最后 我跟大家报告 说了这么多 如果你没做 也是 枉然 做对的事 是永远 不嫌晚 上人常说嘛 学到觉 今天听了阿明说 学会了这个功夫 你要去影响更多人 让更多人觉悟 菩萨道一定要走 知道 做到 鼓励更多人走 菩萨道 那我们就要入人群 一击再受 你死去跟人讲啊 去跟人讲 看方知 这样 你就能够 弘法立身 你就能够普度众生 我们希望在慈祭一甲子之前 因为今年是58周年 今晚 后年就是60周年了 我们 全力以赴 一定要邀约100万菩萨 加入大爱自由的行列 你说100万难不难 说实话很难 因为啊 大家每天看就知道 现在才45000人 还有95万人 但是如果每天每人都邀约一个人 每天每人都邀约一个人 不用到后年 明年就可以成立了 就可以达到100万了 马来西亚的百万菩萨大招生 不就是这样来的吗 如果每天每个人捐款10万 10元就10元 祝福自己 祝福大爱电视台 你看现在4万人 以4万人来说好了 一半好了 2万人 2万人一天捐10块钱 就是20万 一个月就是600万 一年就是 7200万 各位 滴水成河 利米成螺 欢迎大家 加入大爱自由的行列 加入大爱自由 让人生更富有 你不会用没关系 这年轻人的给你加 你不会分享没关系 这年轻人的给你加 请各位 当不请之师 因为引路度人 路已经开了 工具已经有了 千万不要走过路过错过 今天 感恩美云老师的团队 感恩 阿明 我没有团队 我们叫做高雄 高雄线上读书会团队 好 不是挂美云老师的名字 高雄线上读书会的团队 给自己拍拍手 最后问一个现实的问题 是 回去之后有想要试试看 帮忙邀约的 请举个手好不好 赶快 赶快 不要勉强 真的哦 有问题问我 我不会把你交道会 让你传智慧 感恩 再次感恩 感恩上人 谢谢 大概只有百万菩萨大招生 我们一起来弘法立身 普度众生 阿明真的很苦口婆心 因为承担也是一个大使命 慕心慕爱事的副总监 哦 这一定要讲一下吗 副总监 各位 那只是个名相 你们就只要记得我是阿明就好了 看到阿明认识阿明 人生越来越光明 当你这样想的时候是在祝福你自己 因为阿明会让你更光明 当然你同时也在祝福我 让我更有力量 让更多人由迷转悟 找到人生的方向 我们一起跟随上人 引路度人 我们一起加油 一起加油 加油 他刚才讲的写实人生 12月23年才要那个前倒戏 我应该都算很认真在看 感恩老师 我觉得 感恩老师 在这个部分 你们为什么要认真 其中有一个就是有承担 写实人生 他们即将的12月25号 来到这边 因为这一次的集数是比较短 12集 12集 短短而已 然后所以我们就只能敲12月25 刚好大家来过圣诞看明星 昨天已经跳到第一位女主角了 魏曼会的来 是是是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 他也演过我们的打怪任务 那嘉宜的汉文师兄 感恩阿明师兄的宣说 天君一席化圣读万卷书 刚刚阿明师兄的一个用心 真的是苦口婆心 昨天我看到那个简报的时候 我就知道 阿明师兄真的就是要把握每一个姻缘 一定要让我们六十我们的六十周年 是不是百万 百万菩萨大招生 对对对 那 嗯 时经在北加州都说 阿明真会说 靠山三岛靠人人跑靠自己最好 可是我们还是要靠很多的大家 一个都不能少 然后一去邀约一更多的一的时候 一生无量 那长春的流春之旧 人文字业无配三 推广苏时爱地球 苍苍苏时长不清 如诗如画更是爱 何时转法轮结好缘 何何共散护大地 不过你刚才一讲到说 下一个明年度有考虑在高雄 希望有这个好音乐 哦我们一定很希望啊 对不对 我们一定 我们一定很希望的 我们也很开心就是长不清的第二家店 有考虑展店的第一个点是高雄 哦好 有可能也在台北 因为此期医院也在邀约 大龄也在邀约 我们看哪一个音乐比较具足老师 哦了解 一生无量 对 我让我们给他一支麦克风 就是他讲给我们开心了 至少先 先讲先赢 因为其实这里面还有很多技术层面的问题 总要把人培养好地方 但是我们很开心 就是长不清从一开始到现在 都是高棚满座的 都是 都是人产满满的 对 然后最主要是大家去吃了以后 都是觉得满意的 所以我们非常的感恩 那 石金在北加州 他说加入大爱之友 你看大爱电视 你就会越来越可爱了 他说他加入了 你加入了吗 赶紧加入 让我们几乎都是大爱之友 但是不够 我们还要邀约更多人来加入我们的大爱之友 那同时重庆的一大尾也回应 然后石金就是口才一流的阿民 大家仔细听哦 要不然会跟不上 不过我发现他今天 他讲的速度没有很快 所以我们口语团队应该还好 加拿大的管心里呢就说 报喜跟阿民师兄呢积极热忱亲和口才 绝对是如数推数大爱之友的最佳形象代表人 记得年初回台 邀约好友们参访的关度金斯坦 巧遇阿民他的热情 我跟你讲哪是巧遇他是故意出现的 对他并不是巧遇 他真的很有心就是希望在金斯坦 只要他在关度的时候 大爱之友他几乎是那一段时间有没有 然后就是在那边跟大家结一份好缘 然后也赶快把握姻缘 把大爱之友 所以他就是把握的时空间 一起来推展 所以刚才他不讲的很好吗 也时轮也法轮 所以合作无间 所以呢 他的热情耐心主动 让我们都愿意当下拿出手机 全部加入大爱之友 参访后信部走到常不清用餐 吃的是健康美味的蔬食料理 凭的是甜安淡薄的心灵想念 关度金斯坦和常不清 一定是回台湾时 我们跟亲朋好友约聚会的首选 无限的期待 感恩感恩 所以在这边也非常感恩 大家第一时间给我们回应 不过因为时间关系 我没办法再讲 那今天俊极师兄呢 之前你也许不太认识他 认识阿明比较多一点 阿吉 对 他叫阿吉了吗 阿吉 也叫阿吉 我叫阿吉哥 阿吉哥 都是阿智佩的 上人给他网红 阿明说他叫阿吉 然后人家叫他房东 哇 他也拿到正式名字叫许俊极 真的非常的感恩 所以其实在此地里面 真的非常多有能量的人 但是我们真的非常的感恩 就是大家全球的家人 愿意来相听 包括1月1号在第一个时间 阿明我跟你们报告 是 报告阿明 报告 阿吉 就是1月1号 我们团队其实就发现 碰到礼拜三 其实1月1号碰到礼拜三 这好像是第二次 那我们私下几个人有讨论说 这一天放假吗 我们平常是不放假 碰到元旦 结果我们的团队全部 问的那几个都说如常举行 好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这几天遇到上人行脚 又1月1号 而且上人那一次 1月1号是上我一场 下我一场 上我一场下我一场 也等两场哦 我又开始发出讯息 因为我们讲是透牌合说 请问一下如常吗 结果得到的答案如常 一旦如常我就要加码了 马上邀到10号跟副总 所以呢就是如常 所以我们同时间就让 大晋师堂的正气 正能量满满满 但是之所以你们愿意来 才是我们高雄线上读书 能恒此的能量 所以我们非常感恩哦 他们的时间都非常的宝贵哦 但是都愿意来相听我们 所以我们一起说 我喜欢和你在一起 因为你有正能量 我跟你讲 阿明有在重训 阿明你已经瘦成这样 赶快跟阿明一起 你还 而且他动作非常的敏捷哦 包括我们主持那个 义曼的时候啊 然后那个幼儿园的在跳 你知道他躲在人群中 缩小板 然后缩小一点 然后跟着人家 每一个都跟上 我在旁边看到以后我真的好感动 他就是完全就没有怎么样 身段 就是有柔软身段 我一直讲看他能鞠躬多久 我就看他一直鞠躬 我就想说 那来拼拼看啦 我就一直讲让你鞠躬好了 所以他就是这样 好多人都很喜欢他 那待会我们会上二楼 跟我们跨国的团队来云端拍照 那阿明呢 他会留在这里一点点时间 让你们跟他拍照 好 所以 把握姻缘 好 我们非常感恩 这次感恩 去及阿吉 阿明 以及阿桑 哈哈哈 谢谢 拜拜 我们真的好开心 好 让你们快回去了 嘿嘿 好 我回到这里 那我们真的要爱近视频